破境南原 西宁八年二月十二日 开封城外的汴河还结着冰的时候 有位信使匆匆出发前往今天的南京 正是没有记载他到达的日期 但他出现在江宁城时 那里应该已是一片春光明媚 接到赵树的王安石心中更是暖洋洋的 没错 皇帝让他回京重新担任宰相 王安石没有片刻犹豫就动身了 甚至有证实说只用七天就到达京师 但这恐怕并靠不住 当时从江宁到开封的标准行程是二十二天 王安石日夜兼程也快不到这个程度 何况他进京之后第一次见到神宗皇帝 是在三月二十七日 如果王安石在三月中上旬就到了开封 当中那么长时间 君臣二人都干什么去了 宋神宗不是急于要王安石尽快工作吗 这个时间差让人一斗顿生 实际上也有人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 王安石对于自己的付出 其实内心纠结 至少并不那么跃跃欲试 证据则是途经江苏省寒江县瓜州镇时 写下的那首《博传瓜州》 金口瓜州一水间 中山只隔树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看着意思 他似乎刚刚出发 就想着何时回家了 可惜这同样不足为凭 诗无打鼓 既然刘雨昕的《并树前头万木春》 可以解释为《满朝新贵,谈官相庆》 那么明月何时照我还 难道不能理解为 功成身退,意谨还乡 况且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 也还有争议 与它的付出没准毫不相干 王安石的心思 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不过按照标准形成计算 王安石是在接到任命的 第一时间就出发了 也在到达后的第一时间 见到了皇帝 因为从二月十二到三月初四 从三月初五到二十七 路上不多不少都刚好二十二天 君臣相见恍如隔世 皇帝的口气也十分耐人寻味 他说 爱卿离职之后 小人便七嘴八舌 全靠吕慧卿为耻 现在清理得差不多了 爱卿可以有所作为 王安石同样千言万语 涌上心头 却只是平静地说 小人纷纷扰扰 因此不敢安心指手 此番应照付出 确实希望能够有所建树 以此报答陛下的知语之恩 只不过 臣老迈年高 身心疲惫 恐怕不能持久 恳请陛下酿茶 宋神宗说 你我君臣 不要心存芥蒂就好 当然应该如此 可惜 破镜重圆 又谈何容易 实际上 复出之后的王安石 与神宗 韩将和吕慧卿的关系 都变了 韩将甚至因为一件小事 大闹别扭 当时要任命一个人 做侍义司提举官 王安石认可 韩将反对 皇帝表示 不妨让他干起来试试看 韩将便说 如果这样 陈这宰相做不得了 皇帝大吃一惊 小事一件何必如此 韩将回答 小事都争不得 何况大事 王安石和宋神宗 都只好让步 韩将这个态度 十分怪异 因为按照正史的说法 建议将王安石 召回朝廷的人 正是他 这一点 下面还要再说 但现在看来 他们已经很难 重复过去的故事 韩将也在王安石 复职之后半年 离开相位 去做地方官 再也没有回到中书 至于吕慧卿 更是反目为仇 最早参加变法 并任职国家提改委的吕慧卿 称得上是王安石的 亲密战友和好学生 不但正史认为 他们两人情同父子 吕慧卿自己也对宋神宗说 能够让臣发自内心 像侍奉双亲一样 忠诚孝顺的 除了陛下 就只有王安石一人 这是实情 至少曾经是 王安石的弟弟 王安国 却看不起吕慧卿 某次 王安石与吕慧卿 在家里讨论心法 王安国却在旁边 用笛子 吹奏起流行歌曲来 哥哥忍无可忍 训他说 老弟 你能不能远离 那些秘密之音 王安国答 哥呀 能不能远离那些小人 吕慧卿恨得咬牙切齿 便在西宁八年正月 重新审理政侠的处分时 将王安国并案处理 判了个削之为民 消息传到江宁 王安石面对皇帝派来的信使 痛哭流涕 等他重返京师时 弟弟还没离开国门 兄弟相逢 情景可想而知 王安石连遭打击 吕慧卿高歌猛进 他刚刚成为参知正事 就重新启动了 事一误案的调查程序 理由是 不能只听曾布一面之词 神宗皇帝的处理意见 也让他喜出望外 吕家温和曾布被同时罢免 一起离开了京师 殿法派阵营溃不成军 满目疮痍 唯一春风得意的吕慧卿 便难免自我膨胀 膨胀的表现是 也发明了一种心法 心法叫守时法 简单的说就是 要民众申报财产 由官府核实后 换算成市值 然后征收财产税 隐瞒部分 经举报查明 全部没收 其中三分之一 用来奖励举报 或查实的人 结果可想而知 官吏和衙役们 如狼似虎地 冲进平民百姓家中 翻箱倒柜 巴掌大的地方 也要搜刮一遍 就连养了几只猪和鸡 都要登记注册 牛 马和狗 更是难逃法网 这可真是鸡犬不宁 于是大家便都觉得 相比之下 还是王安石好 韩将也受不了 吕慧卿的跋扈 据说还发现此人 图谋陷害王安石 便秘密奏请皇帝 将老搭档召回 实际上此事的来龙去脉 正是语焉不详 已无从机考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王安石确实再次 被任命为宰相 时间是西宁八年二月十一 此事显然大出 吕慧卿的意料 我们知道 唐宋两代任命将相 要用白马纸书写诏书 叫宣马败相 于是野史便晦生晦色地说 吕慧卿上朝时 见宫中传出白马纸 马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 以为自己要当宰相 等到司仪官大声喊出 王安石的名字 则如五雷轰顶呆若目击 这当然未免夸大其词 并不可靠 但要说吕慧卿文讯恶然 则八九不离十 难怪宋神宗刚刚见到王安石 就要表扬吕慧卿了 看来 皇帝陛下已经知道了什么 或预感到什么 只是希望他们能合中共计 这个道理 相信王安石和吕慧卿 也都明白 可惜 树欲静而风不止 帝制时代重大的人事变动 总是会引起骚动 某些职位较低 又没有什么坚定立场的人 难免要考虑改换门庭 重新站队的过程中 也会充满流言蜚语 其中之一便是 吕慧卿曾经打算 借一桩谋反案 陷害王安石 没有证据表明 王安石是否相信这个传言 但显然 很有不少自告奋勇的热心人 愿意帮他报纳一件之仇 他们开始收集 吕慧卿的劣迹和罪行 以便将其置于死地 后面的案情十分狗血 陈年老账也被翻了出来 据监察官员称 吕慧卿曾利用职权 或同华庭支县 强劫当地富民钱款500万 购买田产 这当然问题严重 正好吕慧卿自己 又屡屡辞职 皇帝便把他贬到了陈州 然而华庭案从西宁八年五月底立案 审到西宁九年六月初 也没有结果 那些决心扳倒吕慧卿的人 便瞒着王安石 窃取了专案组掌握的材料 夹在其他文件中 送往司法部门 企图绕过调查程序 给吕慧卿定罪 没想到 吕慧卿在中书省是有县人的 这个情报被火速送到陈州 得到消息的吕慧卿 马上绝地反击 不但上书反诉 据说还极有杀伤力地 交出一封王安石的私信 上面居然有 物令上知的字样 这下子麻烦大了 欺君网上 当然比以权谋私严重 于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 这是吕慧卿对王安石的出卖 也是导致王安石第二次被免职的重要原因 但这是靠不住的 因为正如下页表格所显示 从吕慧卿上书到王安石霸相 有四个半月的时间差 如果吕慧卿的揭发材料中 真有物令上知之类的内容 王安石还能在相位上待那么久吗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吕慧卿被诬 事实证明吕慧卿是被诬陷的 对于吕慧卿出卖王安石一案 最早提出质疑的 是陆游的祖父陆田 折宗初年 陆田由吏部调任礼部 以侍郎的身份参加神宗实录的编撰 写到这段历史时 检讨官黄庭坚 主张按照当时监察官员 弹劾吕慧卿的奏折表述 陆田却认为 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必须找到证据 核对事实 黄庭坚说 按侍郎的主张做 岂非谗媚 陆田则说 照检讨的一丝血 便是诽谤 两人争执不下 陆田便上了一道奏折 请求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 下令将宫廷收藏的有关文件发下 看看当年吕慧卿上缴的王安石书信中 究竟有没有误令上知的字样 档案调出 搜紧的结果是 没有 后来的证实 却依然认定有 对此 李涛的续资质通鉴长编解释说 陆田是王安石的学生 他的话怎么能信 这种逻辑十分可笑 郑霞也是王安石的学生 他的话怎么就信 何况 陆田与王安石虽有师生关系 对于老师的改革却是存疑的 至少态度比较客观 他曾经对王安石说 新法不能说不好 实行的结果却是扰民 比如轻描法就是 王安石大吃一惊 问怎么会这样 陆田说 因为老师听不得不同意见 王安石大笑 我岂是固执己见的人 陆田答 当然 但是外面都这么说 于是王安石不再让他参证义证 只让他做学问 事实上 陆田的学问非常好 他对此案的重新审视 便正体现了治学的严谨 甚至有重证据不重口供 和一罪从无的法治精神 否则他有什么必要 为欺失灭祖的吕慧卿变误 相比之下 罔顾事实的人 不该脸红吗 没错 吕慧卿上缴的书信 不止一封 不可能每封信里 都有物令上知的字样 但是陆田的奏折 说得很清楚 调出档案的目的 就是要查明这一事实 那么请问 宫中为什么要扣住 关键证据不发 太皇太后可是反对变法 既不喜欢王安石 也不喜欢吕慧卿的 说那封信丢了 就更不通 如此重要的证据 怎么会遗失 又怎么可以遗失 难道有贼 结论只有一个 王安石根本就没写过 那样的信 吕慧卿也没有出卖的 反目为仇是真的 恶毒攻击也是真的 但那是自卫反击 最多防卫过当 因为先下毒手的 不是他 那么先出手的是谁 王安石的儿子 王庞 说来王庞也是才子 甚至神童 却又是病人 他的心里恐怕是不健康的 据说 这位公子曾在父亲与程浩 讨论如何推行心法时 冲出来大放厥词 只要把韩琪和复辟的脑袋 砍下来挂在大街上 心法自然盛行 此事虽被证伪 但要说王庞胆大妄为 王安石教子无方 则大约不无 王庞对吕慧卿 也确实恨到了骨头里 原因可能是 他们父子重返京师时 就听说了吕慧卿的种种忘恩负义 按照正史的描述 此人在担任参支正事之后 就背叛了王安石 千方百计阻挠王安石付出 这种叛徒 当然人见人恨 可惜此事查无实据 正史也只留下 凡可以害王氏者 无不为一句空话 什么细节都没有 唯一能够拿出来说说的 是他曾经想借 于瑶县主部 李逢某反案 大作文章 但同样没有细节 司马光的记载中 只字不提 李涛也不采信 那么 吕慧卿究竟干过那些坏事没有 没有 证据是西宁八年六月 神宗与王安石的谈话 皇帝告诉王安石 吕慧卿对爱卿很有意见呢 他说以前爱卿被人污蔑 他极力变污 现在他被污 爱卿却一言不发 朕只好为卿再三解释 他又疑神疑鬼 怀疑有人挑拨离间 王安石的回答是 臣不知道谁要陷害吕慧卿 也许他是疑心生暗鬼吧 不过 慧卿兄弟确实得罪了一些人 有些事也做过分了 臣劝他们不要树敌 他们不听 这就很清楚 如果吕慧卿当真对不起王安石 他怎么会有委屈 更何况 李逢案发生时 吕慧卿担任参支政事 还没多少时间 就算他想做宰相 也不到时候吧 他的政治资本既然是变法 还得依靠王安石的影响力吧 这个时候去把王安石搞臭 犯得着 划得来吗 吕慧卿没有那么傻 神宗的话也分明是在为闹误会的好朋友做调解 但是到了七月 吕慧卿却先是请病假 然后又几次三番提出辞职 皇帝当然不批准 还让王安石和另一位副宰相王规去慰问 神宗说 什么事情都没有 为什么要辞职 吕慧卿答 没有别的原因 力不胜任而已 宋神宗说 天下事又不要你一人负责 何必呢 吕慧卿答 臣确实能力有限 当年受命只因安石外放 朝中缺人 这才勉为其难 现在他已经回到相位 臣也早就该离开忠书 到地方上去报答陛下的知语之恩 宋神宗说 安石复卫正该协力 为什么要走 吕慧卿答 因为臣爱手爱脚 陛下圣明 应该看得出 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动不动就请病假 诚如陛下所言 王安石必须觉得 事有可为才肯付出 付出而不作为 那就一定是有不如意的地方 不如意只因为臣在政府 臣以为朝廷事可以无臣 却不可以没有他 这就是臣辞职的原因 宋神宗说 安石必不忌讳爱卿 吕慧卿答 当然不 但如果陛下专心专意 只听王安石一个人的 天下大智 指日可待 臣在朝中于事无补 反倒横生枝节 实在是于公于私都有不利 实话实说 臣也不知道 臣参知的证事 究竟是陛下的 还是王安石的 谁都听得出 这口气只是酸溜溜 而非恶狠狠 不过到九月份 吕慧卿再次辞职时 跟王安石之间 就不但有政见分歧 也有个人恩怨了 尽管皇帝一再声明 关于他的流言蜚语 并不来自王安石 吕慧卿还是说 王安石和王庞父子 已被小人包围 自己危在旦夕 只能选择离开 可惜 这里仍然没有 吕慧卿陷海王安石的行迹 然而散步和听信流言蜚语 却不需要讲证据 也不需要讲逻辑 只需要有情绪 以王庞的性格 自然也不会像陆田那样 去求证 那好 你不仁 就休怪我不义 对于吕慧卿这种 恩将仇报的小人 王庞认为不必手软 吕慧卿在华庭买地一案 由此兴起 这同样是一案 证据是西宁九年六月初七 神宗明确告诉王安石 御史中诚邓婉报告 已经查明吕慧卿 借钱买地一事不实 要知道 这个邓婉可是王安石的人 弹劾吕慧卿的 也正是他 如果连他都说没有证据 恐怕此事根本就 子虚无有 就连最早弹劾吕慧卿的 御史蔡承喜 后来也承认 华庭案查无实据 只不过他称作 偶尔网漏而已 王安石却认为 邓婉只是没有找到证据罢了 不等于举报不实 应该再派人查 王康更是迫不及待 这才有了前面所说 违法乱纪的事 也才逼得 吕慧卿跟王安石翻脸 这恐怕就不能说 是吕慧卿背叛 只能说是 王康坑爹了吧 于是 当六月初七 神宗出示 吕慧卿奏折时 王安石也如 五雷轰顶 只能如实报告 做手脚的事 自己并不知情 不过当他得知 这是儿子干的蠢事时 其恼怒也可想而知 弄巧成拙的王康 愧对父亲 更是急心恭货 终于一病不起 荡月二十五日 王康病故 十年三十三岁 战友反目 爱子去世 谁能承受这 双重的打击 王安石恐怕也不例外 但他还是 又坚持了四个月 然后才在这年的 十月二十三日 离开巷卫和京师 再也没有回来 邓丸倒台 爱子去世之后 自己离职之前 悲愤交加的王安石 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奏请皇帝 将邓丸等人罢免 这是他在位期间 被皇帝接受的 最后一次建议 因此值得注意 成都双流人邓丸 是因为拥护变法 而青云直上的 他原本是宁州通判 相当于副州长 这样边缘地区的地方小官 一般难入宰相法眼 邓丸却在朝野上下 对新法议论纷纷的 西宁三年十月 尚书朝廷 声称 吴皇任用千古贤相 颁布清苗和免疫等法 宁州民众无不在歌在舞 颂扬盛则 以臣亲眼所见 推而论之 可知天下皆然 王安石大喜过望 将邓丸推荐给皇帝 神宗问 认识王安石吗 邓丸答 臣不认识 神宗说 这是当今的古人 又问认识吕惠青吗 邓丸答 也不认识 神宗说 这是当今的闲人 邓丸退下 去见王安石 两人一见如故 王安石问 家属也一起来了吗 邓丸答 匆匆进京 为之所使 不敢拒来 王安石说 为什么不一起来 我不会让你走 宰相陈生之 和副宰相冯经 却决定让邓丸回宁州 只不过由副职 晋升为正职 邓丸大为不满 公开发牢骚说 大老远地把我叫来 怎么还让我回去 我不干 旁边看热闹的人问 那你认为该做什么官 邓丸说 总得弄个管职吧 管职 就是唐宋两代 在使馆 招文管和集贤院等处 任职的官员 所选 接天下俊才 一经任命 便是名流 众人见他如此 不知天高地厚 便问 难道不会是贱官吗 邓丸说 那也理所当然 这实在一笑大方 经师同乡 更是羞于为伍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家伙果然被任命为 极贤教理 在管职中属于中等 于是邓丸便说 笑骂由他笑骂 好官我自为之 小人得志啊 两个月后 王安石也宣麻败相 从此邓丸官运亨通 西宁四年四月 他成为最高监察机关 二把手试玉史之杂事 同时兼任 私农寺的负责人 我们知道 私农寺是西宁变法 期间的重要机构 诸如清苗法 和农田水利法 都由其制定推行 之前的正副长官 分别为吕慧卿和曾部 由于吕慧卿父亲去世 必须居丧 王安石便让邓丸 接替了吕慧卿 邓丸也没有辜负王安石 上任第一天 就弹劾复辟 拒不推行清苗法 给了反对派沉重一击 王安石很满意 于是到西宁五年 二月初三 邓丸便代理御史中成 成为最高监察机关 实际长官 这是破例的 因为由知杂事 而升任中成 之前从未有过 事实上 邓丸屡创奇迹 不经考试 便由通判而任管职 半年之后 到御史台做秘书长 只用十个月 就担任长官 如此平步清云 简直就是做了直升机 对此神宗给出的理由是 邓丸不极闲度能 但是到西宁九年十月初五 此人被罢免时 皇帝陛下的预批确实 邓丸居心险恶 天性奸诈 论事件人都不讲政治规矩 措辞如此严厉 可谓雷霆霹雳 请问 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接原因是 邓丸的自作聪明 按照正式的说法 这家伙是个投机分子 靠巴结王安石上尉 又在王安石霸相后 投靠了吕慧卿 只是他没想到 王安石居然回来了 为了将功补过 洗刷前嫌 便又成为王康他们 攻击吕慧卿的打手 可惜邓丸的改换门庭 跟吕慧卿曾经暗地里 陷害王安石一样 查无实据 证实也只有 邓丸一弥逢前赴慧卿之际 以媚安石一句空话 但根据同一史料 邓丸在御史台设专案组 对吕慧卿华庭买地一事 立案侦查 是王康指使的 因此王康去世 安石请辞 邓丸便如丧家之犬 历令致昏的他 力劝神宗挽留王安石 乃至出言不逊 还要皇帝赐给王安石 一座宅子 结果不但皇帝龙颜大怒 王安石更是如坐针毡 只好上书弹劾邓丸 请皇帝言诚 皇帝当然二话不说 将他撵出了御史台 投机取巧飞黄腾达的邓丸 成了过眼烟云 留下的教训 却很深刻 我们不禁要问 以王安石之连结自律 为什么会看上邓丸 以邓丸之八面玲珑 又怎么会自取灭亡 这很值得琢磨 第一个问题 似乎不难回答 因为王安石的佣人 一直遭到诟病 南宋杨仲良 续资至通鉴 长边济世本末 就有王安石专用小人条 名列其中的 有邓丸 更少不了吕惠青 但是如前所述 吕惠青恐怕是被污名化了的 他那个买地的事 也在西宁十年正月结案 华庭之县被判处 挤账次字 发配沙门岛 吕惠青的弟弟吕温青 作为同案犯 则只是被贬 据说温青是招了的 专案组也掌握了一些线索 不过邓丸倒台 吕家就给温青 送去名叫晚出汤的药 办案人员也不再深挖戏兆 草草了事 可惜 这并不能说明问题 专案组既然能够因为人事变动 而不再追究吕文青 又岂能保证 他们当初不会为了讨好邓丸和王安石 刑讯逼供 也只好让那华庭之县 去做替罪羊 以此证明 帝国一贯正确 真相如何 无人知晓 显然 这不是冤案 也是疑案 何况 就算吕慧青和邓丸都是小人 又能怎样 没错 韩琪也好 傅碧也罢 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 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变法看作道德的事业 也能够以此为标准 重新界定小人与君子 凡是拥护变法的都是君子 凡是反对变法的都是小人 两个凡事 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 错在哪里 却只能在讲完司马光的故事之后 到第四章再讨论 实际上 作为践行者 王安石想不了那么多 也顾不上那么多 他只能依靠那些拥护变法的人 不管他们的拥护是真心实意 还是虚情假意 是为国为民 还是自私自利 此外他别无选择 事实上 变法派成员五花八门 发自内心赞成改革的大有人在 吕慧卿就是 要知道 他参加制制三司条理司工作的时候 一切都还没有头绪 前途也十分渺茫 他其实无力可图 若非真心诚意 他也做不出那么多贡献 至于后来与王安石分手 其实有多种原因 王安石又岂能预料 何况 并非所有人都背叛了王安石 邓婉就没有 他只是做了蠢事 邓婉的愚蠢在于 他居然忘了 大宋的江山从来就姓赵 不姓王 真正大权在握的是皇帝 因此当他为了留住王安石 而跟神宗较劲时 自己就给自己判了死刑 同样 当王安石将政敌和战友 都驱逐出巢时 他也自己给自己断了后路 别忘了 赵宋官家历来就有一条 不可逾越的底线 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到皇权 因此如果朝中俊杰 只有王安石一人朔果仅存 那么对不起 这颗果子就该摘掉 否则皇帝陛下 还怎么称姑道寡 君临天下 看来 邓婉和王安石 都犯了同一个错误 是的 他们都看错了宋神宗 帝王心死 王安石最后一次在朝堂上 见到宋神宗是哪一天 已无从计考 那天的气氛看起来 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王安石便谈起 对吕家温的安排 当时吕家温已经回到京师 参与了王康他们 与吕慧卿的斗争 但没有被追究 于是王安石便建议任命此人 为集贤院学士 皇帝的答复则是 放放再说 结果一放就是半个月 因此这天上朝 王安石便旧话重提 皇帝陛下却仍然不肯表态 只是回过头去发呆 所有人都不敢说话 神宗却又转过脸来问 听说相公想辞职 已经很久了 王安石猝不及防 低头答道 是 又说陛下兼流 不敢马上就走 大殿中 安静地能听见心跳 皇帝不再说什么 王安石也很快便离开相位 此事未被证实采信 因此真为莫辩 照理说似乎不该有这样难堪的场面 毕竟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宗家法 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因此从太宗到神宗 北宋历任皇帝对朝中大臣都礼遇有加 政治文明的程度远远高于明清两代 孔子主张的君使臣以礼 在宋代应该说得到了实行 事实上 王安石离职以后的待遇并不低 他在霸相一年多之后的元丰元年正月 被封为书国公 又过了一年多改封京国公 因此人称王金公 甚至到他病故时 虽然掌权的已是反对派 也仍然被追赠了太父的头衔 宋是彬彬有礼的 至少这事还是 然而客气礼貌并不等于满心欢喜 宋神宗对王安石恐怕也早有不满 责任当然在王安石 众所周知 此人素有偶像公称号 一根筋认死礼 只论事不看人 在皇帝面前也倔头倔脑 说起话来 胡同里赶珠直来直去 跟他自己的穿衣戴帽一样 不修蝙蝠 常常弄得皇帝和同僚下不了台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比如西宁五年到七年 讨论示意法和免意法 就是皇帝或他人问一句 说一句 王安石就顶一句 搏一句 简直问都问不得 说到激动时 不是指控同僚 结党营私 破坏改革 便是批评神宗不识好歹 不明是非 如此作风 谁受得了 所以神宗第一次罢免王安石 固然有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 恐怕也未尝没有这样的考虑 安石啊安石 回到江宁冷静冷静 改改你那臭脾气吧 改了 朕还用你 可惜 王安石就是不改 其实付出之后的王安石 也非麻木不仁 据说 他曾经对亲近的人说 现在圣上对我 只从得五分十也得也 可惜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他还是依然雇我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甚至想闹情绪就闹情绪 想请病假就请病假 这在王安石 或许既是出于对主义的坚持 也是出于对神宗的信任 他曾在付出之后两三个月时说 臣之所以敢于直言 只因为陛下能够容忍臣下 犯言见证 否则 安石就算有十个胆子 又岂敢忘记 明哲保身的古训 不过 陛下修身力德 虽然堪比尧顺 是非分明 却不如唐太宗 如果敢直言的不能赏 出问题的不能罚 岂能要求大家都说真话 听完这话 宋神宗也笑了 他说 台关只有挨骂挨批和彻职查办的份 何尝有过奖赏 现在找个愿意干的都难 王安石说 不知道唐太宗那会儿 是不是也这样 这当然可以传为美谈 可惜好景不长 皇帝陛下的忍耐也有限 最让他记忆深刻的 应该是西明八年十一月 当时宰相韩将和副宰相吕慧卿 都已离职 朝廷急需忍守 王安石却又请病假了 神宗一天十七次派人探望 也不管用 皇帝只好问个究竟 王安石的回答是 要狠狠整治那些反对心法的人 神宗很为难 他说 据反应民间也叫苦 王安石说 冬天刮寒风 夏天下暴雨 老百姓不也叫苦连天吗 有什么了不起 值得大惊小怪 神宗说 就不能没有寒风和暴雨吗 王安石不高兴 继续生病 这一次 神宗又迁就了王安石 只要是他推荐的人 都予以重用 王安石的权势 也达到了顶峰 但这并不等于 皇帝心中就没有阴影 没有想法 没有歌的 是啊 这大宋的江山究竟是谁的 宋神宗心里翻江倒海 吕慧青也来火上浇油 西宁九年六月 被王康等人逼得跟王安石 彻底翻脸的吕慧青 在奏折中说了这样的话 请陛下想想 陛下平时是以什么人的待遇 对待王安石 王安石又是以何等人自诩的 三纲五常 君臣大义和政治规矩 难道可以由于他一个人而废掉吗 皇帝很可能心头一紧 我们不知道 皇帝此刻是否想到了 西宁五年七月 那时有个名叫郭逢元的小官 突发奇想 上书朝廷 请求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礼仪 由君臣改为师生 还提出取消书密院 把权力集中到中书省 以便王安石大权独揽 另行禁止 这真不知是哪根神经答错 神宗当时就极为不悦 他对王安石说 这肯定是个轻浮浅薄的家伙 王安石却说 人才难得呀 嗯 什么意思 皇帝不能不有所警惕 如果神宗还想起 西宁七年四月 就更会心惊胆寒 当时汉情严重 朝野不安 自己也食不甘味 寝不安眠 王安石却说什么 水汉长树 不足为虑 丝毫不肯为朕分忧 好吧 你既然是连天命都不畏惧的 想必也不在乎天子 不用想了 宰相必须换人 毫无疑问 西宁九年十月下旬 神宗的心理活动 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 这里说的都是猜测 但接任的是 书密使吴冲 和参知正事王规 却很能说明问题 事实上 吴冲虽然与王安石 是儿女亲家 对王安石的做派 却不以为然 郑时也说得很明确 吴冲担任宰相 是因为忠立无私 至于王规 更是阿弥陀佛 此人是在王安石 第一次拜相的同一天 任参知正事的 之前则与王安石和司马光 在汉林院共事 西宁元年八月 那两人为一件事 争得不可开交 王规却对神宗说 从不同角度看 都有道理 为陛下圣才 担任宰相后 王规变得更加乖巧 绝不多嘴多舌 一切听从皇帝指挥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 上殿叫取圣旨 进殿叫领圣旨 初殿叫以得圣旨 人称三职宰相 神宗皇帝很满意 这就是邓婉他们 看错宋神宗的地方了 没错 宋神宗和王安石 都主张变法 也主张集权 但王安石 是为了变法而集权 宋神宗 却是为了集权而变法 因此 当他实现了集权之后 就不能容忍有人分权 王安石也必须走人 哪怕没有了 王安石的朝廷和岁月 变得非常无趣 简直乏善可陈 实际上 尽管为了例行改革 神宗一而再 再而三地 将王安石不喜欢的人 打发到外地 终使王安石一家独大 但这绝不是 神宗理想的模式 也不是大宋传统的模式 赵宋官家最喜欢的 是朝中大臣 既不铁板一块 也不撕破脸皮 总有人发表不同意见 然后由皇帝 来终审和仲裁 这大约就是所谓 帝王之术吧 不过 之前北宋朝廷 基本上没出大乱子 也因为士大夫和皇帝 都对这祖宗家法 心领神会 小心翼翼维持着 方方面面的平衡 这一点 傅必是懂的 但被王安石搅黄了 神宗更是懂的 但被司马光搅黄了 因为按照神宗的想法 最好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同时在朝 哪怕轮流坐庄 也不错 问题是 司马光做了宰相 就一定很好吗 也难讲 司马光复辟 司马光进京那天 万人空下 这是元风八年三月的下旬 二十多天前 神宗皇帝驾崩 享年三十八岁 已经在洛阳 住了十五年的司马光 接受承昊的建议 前来送别大型皇帝 刚刚走到殿门 就被卫石认出 他们以首佳额说 这是司马相公啊 百姓们也从四面八方 纷纷赶来 将司马光团团围住说 相公不要走 留下来辅佐新皇帝 给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儿 一条活路吧 司马光惶恐不安 也心潮澎湃 很难说 正史的这段记载 有没有夸大其词 但高层和底层 都有人对变法不满 则恐怕是事实 尽管导致不满的原因 各不相同 比如权贵集团 因为改革本身被冻了奶酪 普通民众则因为执行有误 加重了负担 但不满却一模一样 不满是一种情绪 而情绪是不讲道理的 这很麻烦 更麻烦的是 现在行使皇权的人 恨透了心法 此人就是神宗的母亲 高太后 神宗去世后 继位的哲宗 十足年龄不到八岁半 只能由他 以太皇太后的身份 垂帘听政 实际上这位太皇太后 非比寻常 她是将门之后 曾祖父在太宗时 便以武功起家 母亲则是 仁宗曹皇后的姐姐 因此从小就在宫中生活 与英宗皇帝青梅竹马 神宗赵须和齐王赵号 都是他的亲儿子 他的地位 谁能挑战 何况 老太太的道德品质 也无可挑剔 她从不为自己 谋取私利 就连高家盖房子 搞装修 都是她掏私房钱 有一次 神宗的奶妈 来走后门 太后说 你来干什么 又想重蹈 外戚干政的傅哲 替人说情要关吗 下次让我看见 立马杀了你 于是大家都说 女中尧顺呢 这一下 麻烦大了 因为司马光 也是公认的君子 女中尧顺 加陈中高尧 首先就占领了 道德高地 最高权力 被道德理想 和民意基础 武装起来 那可是如虎天意 所向无敌 高太后和她姨妈 兼婆婆曹太后 共同反对的心法 则必死无疑 事实也是如此 垂帘听政两个月后 太皇太后 就调整了中央政府的班子 一位后面将要讲到的 变法派人物 改任知书密院士 司马光接替她 担任门下侍郎 这时由于神宗的原封改制 宰相不再叫平章士 改成左仆叶兼门下侍郎 为第一宰相 右仆叶兼中书侍郎 为第二宰相 副宰相也不再叫参之正士 改为门下侍郎 中书侍郎 上书左乘和上书右乘 四人 所以司马光此刻的职务是 第一副宰相 司马光也当仁不让 一个月前 他的主张还指示 对新法进行甄别 变民异国者存之 并民伤国者 惜去之 现在却全面否定变法 指控清苗 免异 士异和其他新法 都是生士之臣的肆意妄为 不符合先帝本意 至于废除新法 是否会违背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 这位历史学家 也有解释 太皇太后做主 明明是母改子 怎么是子改父 此言一出 高太后如释重负 复辟派也一片叫好 至于那八岁半的小皇帝 当然也没有意见 他发表意见 并把那被颠倒的历史 再颠倒过来 要到九年以后 人事安排和组织工作 也进展顺利 当年与司马光并肩作战的范纯仁 被王安石排挤出京的吕公柱 还有苏氏和苏哲兄弟 都回到了京师 范纯仁被任命为负责审读 诏旨和奏状的几世中 吕公柱更担任了副宰相 尚书佐成 至于宰相蔡雀和韩枕 则既不团结 又都被弹劾 下台只是迟早的事 形势大好 司马光却犯错误了 问题出在如何看待曾经的改革措施 正确的做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该废的废该留的留 该纠偏的纠偏 可以改良的改良 然而做起来却奇难无比 不但司马光和王安石 不可能达成共识 就连苏氏和范纯仁 都有不同意见 比如免疫法 这是王安石最看重的 也是司马光最痛恨的 元又元年正月 司马光大病一场 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 便强制病体 致函中央政府 声称当务之急 莫过于废除免疫 又亲笔写信给吕公柱 留下政治遗嘱说 我已将健体托付医生 将家事托付于子 国事未有所托 现在就拜托人凶了 他还说 恶法不除 我死不瞑目 在司马光的坚持下 免疫法于元又元年 三月被罢 消息传到江宁 王安石目瞪口呆 他说 怎么 就连这个法也要废除吗 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 整整两年才推行的 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呀 说完 王安石不禁老泪纵横 看来 他也死不瞑目 免疫法的成败得失 恐怕只能在下一章再讨论 苏氏的故事 也将在后面再讲 这里要说的是 他对司马光的决定 也不赞成 苏氏认为 免疫和差疫各有利弊 只能两害相权 取其轻 何况 政策要有延续性 就算要改 也不能急刹车 这话 很是在理 司马光却在正式堂 发起脾气来 苏氏便说 当年韩旗做宰相 阁下做建官 争得面红耳赤 也不管不顾 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 就不许苏氏 知无不言了吗 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 但依然不改 范淳人也认为 免疫改差疫 不妨三思而后行 谋定而后动 要改 也最好先试点 循序渐进 何况 宰相应该抓大放小 集思广义 罪计谋自己出 什么事情都自己拿主意 下面的人 就会揣摩上意 谄媚逢迎 那可就更糟糕了 司马光根本不听 范淳人一声长叹 唉 又来了个王安石 也许 这就是悲剧所在了 实际上 从担任副宰相 门下侍郎算起 司马光在中央政府 工作的时间 加上润月 也只有十六个月 任宰相后七个月 就病故 拜相那天 司马光躺在床上 不能动 太皇太后派人将 诏书和印喜 送到府上 又颁下恩旨 特许他不必朝进 司马光却不敢当 他说 不面君 岂能逝世 终于在病情好转之后 奏对于连钱 然后上班 他这是奋不顾身啊 显然 如果说王安石 是宁可得罪 所有亲朋好友 也要将变法 进行到底 那么 司马光就是拼了命 来唱反调 累得吐血 也要把那些心法 都推翻了 他们这样做 并没有什么 个人的利益驱动 完全是为国为民 因此义无反顾 在高举道德旗帜的 国度里 遇到这样的人 鬼神都要让他三分 谁胜谁负 就只看权力在谁那里 现在 当然是司马光占上风 但他的生命 也到了最后一刻 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 是在元宥元年 8月12日 六天之前 清苗法被废除 对此 司马光原本犹豫 甚至认为 该政策的立法精神并不错 只是执行中出了问题 范纯仁这时已经升任 同知书密院士 便奏请朝廷 继续发放清苗贷款 苏氏却认为 清苗法不是执行有问题 而是立法本身有问题 他说 老百姓过日子从来就是量入为初 因此节俭持家 虽贫一足 现在额外多出一笔钱来 难免会变得大手大脚 朝廷却不管这些 只管收利息 这不是坑人吗 司马光听了这话 立即从床上爬起来 冲进宫中 在连前问太皇太后 是哪个奸贼蛊惑陛下 在发放清苗钱的 范纯仁吓得面如土色 一句话不敢说 王安石更是说不成 五个月前 他就去世了 二十五天后 司马光也撒手人寰 至此 各种心法 基本上都废除静进 但这绝不等于戏已演完 要知道 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的人 比如前面说过的李长 也认为心法并非一无是处 真心拥护变法的 就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只要时机成熟 便会卷土重来 比如 张敦 了由未了 司马光的眼中钉张敦 是苏氏的朋友 张敦是福建建州普城人 跟两宋所有的大臣一样 后来当了宰相的他 也是近世出身 只不过考了两次 第一次 由于名次在侄儿张衡之下 张敦竟在殿中将赤叔退还 然后扬长而去 直到第二次考试名列前茅 才做了商落支线 苏氏便来找他玩 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来到仙游潭 那是中南山中 一处绝佳的景点 潭上石壁俏丽 潭下悬崖万丈 一根木头颤颤巍巍横在当中 张敦说 苏兄到对面石壁上 写几个字吧 苏氏当然不敢 张敦便紧了紧袍袖 满不在乎地走过那独木桥 又像猿猴一样 轻巧地圆着树木跳下 然后用笔保战期末 在石壁上写下五个大字 苏氏张敦来 写完张敦原路返回 面不改色 苏氏说 你这家伙将来能杀人 张敦问为什么 苏氏说 对自己都这么狠 何况对别人 张敦哈哈大笑 事实上正是这股劲 是张敦成为最后的护法神 其实早在西宁初年 他就参加了 制制三司条理寺的工作 只不过贡献和影响 在吕慧卿之下 西宁七年九月十七日 作为国家财政委员会的三司 发生火灾 着火房屋上迁 神宗登上西角楼眺望 只见一位官员率领本部兵丁 赶往现场救火 皇帝询问此人是谁 答约张敦 第二天他就代理了三司室 可惜好景不长 西宁八年十月 吕慧卿被贬 张敦也被邓婉撞到为同恶 贬到外地 此后他起起落落 还担任过汉林学士 和参支正事 但到原封五年四月 出任门下侍郎 张敦便成为变法阵营 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和中流砥柱 因此神宗驾崩之后 他跟司马光和太皇太后 便必有一战 交锋也很快就开始 原封八年五月 第一宰相王归去世 第二宰相蔡雀 顺理成章接替了王归 留下的位置 却没有按照顺序 由第一副相张敦接任 而是给了知书密院士 韩诊 张敦离开相府 改任知书密院士 门下侍郎 则由司马光担任 成为第一副相 一个半月后 吕宫柱也出任第三副相 尚书佐成 显然 这是太皇太后在洗牌 张敦也准备迎战 机会则说来就来 十月 宫中发出一旨 要任命五个建官 张敦便在上朝时说 按照惯例 建官的任命 要由汉林学士以上级别官员提名 然后由正副宰相报告 由宫中出职 指名道姓 可是史无前例 不符合祖宗家法 再说 臣也奇怪 陛下怎么会知道这些人的 莫非是宦官推荐 此例不可开 太皇太后盲说 不不 不是宦官 是大臣 张敦说 大臣推荐应该公开 为什么要密荐 台官严官必须公正 怎么能用于宰相 副相关系密切的人 臣当然相信 司马光和吕公主 大公无私 就怕以后被奸臣 钻了空子 政治规矩不能破坏 太皇太后 只好让步 梁子却也结下 何况张敦还要 誓死捍卫心法 原又原年年初 张敦与司马光 就免一法展开辩论 几乎将司马光 驳得体无完肤 事可忍 孰不可忍 司马光团队迅速反击 他们先是扳倒了首相 福建近江人蔡雀 同时群起围剿张敦 给出的罪名之一竟然是 南方人 尤其是福建人 必定祸国 张敦终于被贬 一去就是八年 即便在这八年间 对手也没放过他 张敦最后被打发到杭州 去看守道观 官名提举洞硝宫 尽管在宋代 洞硝宫为天下道观统领 但这种植物 显然不是张敦想要的 因此当他重返朝廷时 便开始反攻倒算 其实 这次张敦得以回到中书 与他的主意正确与否 已经无关 根本原因是 太皇太后在元宥八年 九月初三驾崩 亲政的折宗皇帝 既要刷存在感 又要除窝囊气 这就必须跟垂帘时代 一刀两断 划清界线的最佳方式 当然莫过于重启西宁心法 而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 则是张敦 于是第二年四月十二日 折宗宣布改元少圣 意思是继承先帝神圣的遗志 九天后 张敦由洞硝宫管理员 被直接任命为首相 左仆叶兼门下侍郎 谁都看得出 这种非同一般的人事变动 意味着皇帝的决心之大 也非必寻常 张敦接到任命 立即动身 送行的人不绝于道 张敦却只将 福建沙县名士陈冠 请到船上 虚心求教 陈冠说 敢问相公何事为先 才不辜负天子厚望 张敦沉思良久 然后说 司马光奸邪 先办了他 陈冠说 相公错了 张敦声色俱力地说 司马光赌掌权柄 肆意妄为 诽谤先帝善改惩罚 误国误民 怎么不是奸邪 陈冠说 只看行计 不看心计 谁没有罪 从西宁到原封 多有不同 先帝难道没调整 其实 温公错就错在 行事太极 用力过猛 就像船 哪边重哪边轻 都不对吧 张敦大为惊艺 留陈冠吃饭 然后一别 这是历史给予的 最后一次机会 前两次 则被王安石和司马光错过 其实 平心而论 凡事有利有弊 心法和旧章 恐怕都有问题 因此 王安石和司马光 也都有道理 共同错误则是 行事太极 用力过猛 如果张敦能够接受 陈冠的意见 吸取前人教训 抛弃门户之鉴 恪守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 团结一切力量 稳步进行调整 事情 也许还有救 可惜 这并不可能 张敦回到开封 就像当年的司马光一样 被沸腾的民意和情绪 裹挟 年轻时的狠劲 也冒出来了 为了彻底否定 折宗亲政之前的政治 官方文件中 竟然出现了 垂帘之初 老奸善国的字样 如此咒骂太皇太后 堪称面目争鸣 对待司马光他们 就更不会心慈手软 大体上是活着的 统统罢官 死了的追夺赠世 甚至还提出 要将司马光和吕公柱 开关报尸 这就实在太过分了 折宗不忍 其他人也看不下去 吏部尚书许将就认为 这样做有亏胜得 同知书密院士增部 则秘密上书 请求不要毁掉 吕公柱的墓碑 这时的张敦 完全走向了 自己的反面 没错 司马光复辟时 张敦是冷静客观的 看待新法 也还实事求是 他说 保甲法一日不除 则有一日之害 不过免疫法没有错 产生弊病 只是行之太速而已 然而现在怎么样呢 张敦岂止矫枉过正 简直就是疯狂 更疯狂的是大行冤狱 正如我们在 大宋革新一卷中所说 当年神宗皇帝 要将一个小官赐配君州 身为副宰相的张敦 都坚决抵制 声称 是可杀不可辱 此刻 他却差一点 将流放到岭南的反对派 统统杀掉 幸亏哲宗 头脑清醒 明确表示 不敢违背祖宗家法 否则 岂不血流成河 看来陈冠的话 全都白说了 张敦 却成了转折点 如果说 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的 不可调和 是主义之变 在家一起用事 那么 张敦和他之后 就是全力斗争 在家你死我活了 典型表现则是 徽宗时首相蔡经 对司马光等人的疯狂清算 正是这种胡作非为 将仁宗以来的政治文明 彻底摧毁 终于导致 北宋之王 当然 这只是王国的原因之一 而且是后话 现在 王安石变法的故事 已经讲完 留下的是无限惆怅 和惨痛教训 前车之父 后车之剑 弄清楚这段历史的问题所在 也许是我们更该做的工作 只不过 事情恐怕还得从王安石 司马光和张敦的一位 共同朋友说起 他的坎坷命运和不幸遭遇 很能发人深省 说明问题 没错 这个人 就是苏氏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